在這場防疫戰中 不只是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是非常的辛苦 在統籌各種物資跟生產的經濟部 以及第一個時間支援的國防部 還有我們製造口罩的廠商 每一位都讓臺灣是為了感到安心 他們都是最可靠的支援的戰力 現在我們不只是看到成果 但有許多的國家現在開始注意到臺灣 所有的成績都是因為我們是預先規劃 提早行動 身為總統我一定要當面跟大家說一聲謝謝 非常感謝我們臺灣的口罩國家隊 日以進業的鼓勵 這一週臺灣製造也就是MIT的口罩 已經可以出現單日突破1000萬片的產量 如果包括假日 我們每一天的平均的產量 也可以達到920萬片 我們雖然不是很大的國家 但是我們國家的實力在這次的防疫行動當中 完全展現出來 已經有越來越多人了解 臺灣就是全球防疫網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那疫情公司規模也不是很大 但是防疫力量很大 在最短的時間就把分配到的新產線開發出最高的產能 這就是我們臺灣中小型的企業 世界級的實力 我們也要謝謝我們國軍的投入 因為有國軍的加入 讓口罩生產的人力的缺口 以最快的速度我們都可以補充起來 我相信只要我們團結一致 就一定可以克服萬難 那麼度過疫情 這就是臺灣人的任性